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委牵线推手基隆市长谢国良全力相挺下 促成PLG联盟和钢铁人队共同移师到基隆主办热身赛 利用国庆年假前三天10月7号到9号在基隆市立体育馆开打 特别是市政府在短时间内把体育馆二楼篮球场 尽量整理成符合职业篮球比赛的场地 希望让爱好篮球的民众可以欣赏到高规格的职业篮球比赛 更希望基隆也有职业篮球队 同时让篮球运动在基隆持续从小扎根 培养更多的篮球好手 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已经二十几年了 这是没有职业球队进驻的一个球馆 所以它的很多的设施 距离这个职业的标准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谢市府呢 市长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一个 可以让职业球员职业球队进驻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边一定要公开的感谢我们谢国良市长 对我们职业运动对篮球的支持 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一个未来长远的一个目标 就是可以在基隆迎接一个职业球队 我想我们基隆的运动经济的这个 整体的产业开发是可以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那过去其实幸福报队也在这里过 那我们整个学生 还有我们整个环境队篮球的乐潮 其实在基隆是非常盛行 在这边公开的要来感谢我们同志委议长 亲自出马促成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那基隆市政府也有提供一部分的票 给我们基隆各级学校的篮球队的学子 让他们能够亲自透过观赏这个职业篮赛 希望对他们的篮球的训练 篮球的这个平常的这些比赛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这个我跟议长都常常一直在讨论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是紧密合作的 就是希望能够引进职业篮球队到基隆来 钢铁人队总经理高景岩特地致政队府给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感谢府会首长的帮忙 促成这项直篮赛事 市长和议长也分别回赠伴手礼 欢迎PLG各队和钢铁人队来基隆进行比赛 并且开心的穿上钢铁人球衣 为联盟及钢铁人加油 而且有机会来到基隆在这个篮球人才非常非常多 而且培育出非常优秀的选手的地方 我相信也会给更多的学子 还有这些打篮球的小朋友们 看到一个职业篮球的比赛 那更重要的呢 不管是职业联盟或职业球队 发展篮球以及推广篮球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因为没有最基层的小朋友 对我们的篮球有所喜爱的话 那未来的前展性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今年8月开始 议长佟子伟就密集和高雄钢铁人团队开会 并且会看体育馆 并且在市长谢国良带领的市府团队 全力支持下促成PLG热身赛在基隆举办 三天的热身赛包括台北富邦勇士 新北国王 桃园铺渊 领航员 新竹街口工程师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 和高雄17直播钢铁人6队 都将进行两场的热身比赛 热身赛期间现场购票进场支持的球迷 只要出示高雄及基隆的学生证 工作证和身份证相关证件 就可以获得九折的优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PLG年度热身赛开打第一天 吸引了上千位球迷进场关赛 市长谢国良出席活动替首场比赛开球 PLG热身赛在基隆开打第一场赛程 由梦想家对战工程师 双方你来我往 直到第三节比赛分数都是平手 比赛最后四分钟持续缠斗 以97比上97 最后梦想家拉开比数 中场以105比99 击败新竹工程师获得首胜 PLG年度赛事 7号起一连三天 在基隆市立体育馆开打 场面外吸引大批的球迷入场关赛 要和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打气 非常开心可以再次看到高雄钢铁人 搬到基隆这边 目前是比较喜欢工程师的高国豪 今天跑到高雄 就是比较远的 他现在搬到基隆就感觉比较方便 我是比较喜欢高雄钢铁人的吕胜如 上次在高雄看过 就很开心这次能看到 然后不用跑那么远 市长谢国良替第一场比赛开球 市府推广篮球运动 邀请了国小国中及高中学校球队 600名学生观赛 谢国良还特别前往观众席 和学生一起看篮球 希望激发学生对篮球兴趣 今天是我们直篮P League在这个赛前的一个热身赛 那基隆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大家过来 那另外我们也有提供了我们的国小国中 篮球队男篮女篮 那学生还有他们的团队教练一起过来观赛 那也希望观赛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式 当然我们长远的目标还是要引进直篮到基隆来 大家一起努力 就在这边很近然后不用跑那么远 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都看不到 抢不到票 基隆市开始指败资然 小朋友都很期待 其实篮球在基隆市很受欢迎的一个活动 所以小朋友不管男生对女生对都很兴奋 谢谢市政府 举办这样这么精彩的活动赛事 不用让同学还要坐车劳顿 到新北市到台北市去 PLG的深赛能够来基隆开打 归功于议长同志伟大力邀请 同志伟特别为第二场球赛开球 比赛由高雄钢铁人对上勇士队 开赛前钢铁人吉祥物还在球场上和球民互动 PLG前执行长陈建州特别到场观赛 和同志伟互动热络 议长同志伟邀请民众一起来现场 感受篮球运动的活力 市民朋友都可以体验到一个运动经济的一个文化 那我想大家这个休闲娱乐产业 大家可以到现场来感受 我们实际上这个好的篮球的一个氛围 它可以绝对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不同凡响的体验 我觉得实际到现场来 不管是你的兴趣也好 还是体验一下我们的篮球文化也好 还是体验一下球场的娱乐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请廉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基隆失利体育馆 来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 PLG联盟的所有球队 一起帮大家加油 基隆难得有盛大的体育赛事 双十廉价 上千位球迷用行动支持国内篮球比赛 感受热血的球赛氛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迎接双十国庆 10月10后上午在海洋广场举行 国庆升旗典礼 市长谢国良与前总统马英九 与在场的贵宾及千位市民好朋友 一起在台湾头唱出对国家的热爱 在台湾头唱出对国家的热爱 在台湾头唱出对国家的热爱 他说他要唱一些歌 他要展示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人物 比如说马总统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从哪里来的 从桃园新竹 从桃园新竹 坐这来 对对对对对 OKOK 哇 很有心 这次带谁一起过来 这次带老婆一起来的 对 对 你觉得很热闹很多人 有啊好多好热闹 好大基隆市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 有特别的先生来欢迎我们乡 这是基隆市政府在海洋广场举办的升旗典礼 上千位民众在风雨中 与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马前总统一起唱国旗歌 进行国庆升旗典礼 大家都聚集在我们基隆的海洋广场 来做国庆的升旗 可是虽然有下这么大的雨 各位一点都不畏缩 对不对啊 对 我们中国的成语说 风雨雇人来 风雨生信心 这样对吗 对 我就积极的 拜托马总统 一定要来参加我们基隆市的国庆典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隆市今年 是全国拥有最多国旗 也是最爱国的县市之一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呢 今年马总统来参加 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那我也要跟马总统说 在就任的这十个月 我们把基隆打造成一个行人行走非常安全友善的地方 前总统马英九也特别向现场民众说明 他今年不参加总统府国庆典礼的主要原因 前年开始蔡英文政府就把国庆日的英文名称改成了Taiwan National Day 这就是台湾国的国庆日 这就是台湾国的国庆日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做什么 中华民国 你看大家都知道嘛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国家的名字改成台湾呢 我们不是不爱台湾 但是台湾是台湾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啊 对 这个升旗典礼除了传统的唱国歌之外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土风舞等精彩活动揭开序幕 最后更以中华民国送的大合唱 表达对国家生日的祝福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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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万世 最好永远 记者黄日山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典礼结束 市长谢国良就邀请马前总统到庙口品尝滷肉饭美食 市长谢国良也借此机会 宣传今年将举办的滷肉饭大胃王比赛 期待马前总统再来吃两碗 国庆升旗典礼后 国庆升旗典礼后 市长谢国良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庙口名摊 品尝滷肉饭小吃 总是我上次来吃滷肉饭小吃 哇 也是他请的 对 我请 下一次有来 老板端出店内的招牌滷肉饭 肉跟汤和油豆腐筍丝滷蛋摆满桌子 前总统马英九和市长谢国良 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吃的津津有味 没有话说 没有话说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吃了 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每一次都一样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 没有更好的 不不不 这个已经到极限了 哈哈 我们今年办的这个 第四季的滷肉饭大胃王大赛 这个很期待到时候马总统再来吃两碗 哈哈哈哈 我绝对不会撑赛 哈哈哈 谢谢 好 谢谢 以免影响结果 哈哈哈 谢谢 好 谢谢我们马总统 好 谢谢 好 看这边 看这边 来 我们交给那个发言人 1 2 3 市长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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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基隆庙口 许多逛街民众也抢着跟马前总统拍照 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而双十连假在七堵铁道公园 有一场漫步铁道七堵车站 时光不老的活动 许多民众不畏大雨热情参与 市长谢国梁承诺 将在七堵举办更多的活动 促进地方的繁荣发展 漫步铁道七堵车站 时光不老 漫步铁道七堵车站 时光不老正式启动 代理民众回到九零年代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以前早期的七堵 这边它是中间有一个月台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人 都会从这一个走到这边上下来 等于是直接穿越轨道 铁道模型达人徐志刚老师 透过精致制作技巧 将三十年前的七堵车站 基隆号自楼用模型重新呈现 让参观者大为惊叹 基隆从这边上车 台北从那边上车 分两边 很不方便 而且很远 而且很远 很远很不方便 现在记忆全部回来了 现在都是 那我们都知道说七堵 算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交通租流 那七堵火车站 这个是早期是前载 也就是所谓的南下北上 这里是北上 往基隆宜兰 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南下的话 是在那个后站那边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 之前的南港专 南港专七堵重画 新建造的那个 新的火车站 大概应该有快二十年 对 快二十年 感觉就是很富豪 很喜欢这个地方 也希望四湖未来 可以好好去 火化这个地方 让更多人去来这边旅游 因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 现场安排了怀旧市集 吸引不少人潮 最受欢迎的就是小火车 让小朋友爱不释手 台湾古董车发展协会 收藏的经典车款 让现场仿佛时空倒转 其实我们会在七堵火车站 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 时光岁月匆匆 我们可以记起当初七堵车站 曾经它的荣耀 跟它的努力 而现在我们也希望 透过未来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 以及让我们小的知道 然后让很多的市民朋友 可以回来怀念我们 七堵车站曾经的一些风光 双十年假 涉案府在七堵铁道公园 举办了怀旧市集活动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玩 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 副议长杨秀玉 张耿辉 张芳麗 都大力推荐铁道公园 具有观光潜力 我们希望大家 以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我们七堵铁道公园 未来的各项活动 我们会继续跟我们在地的地方 意见领袖沟通 办好更多的活动 未来在旁边也规划了捷运 也有规划了这个社会住宅 我想就用这个车站 铁道的文化作为核心 来发展我们七堵的慢活的一个生活 未来我们七堵非常适合 来发展一个休闲农业 我们马林也有马林非常优质的农业 那我们这边社会住宅 捷运进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 休闲亲子的生活空间 我想七堵未来是一个 基隆非常发展重要的一个 产业聚落 虽然天空不纵美 但民众热情不减 双十廉价民众席倦 来到七堵车站 一起探究文化 品尝市集美食 度过悠闲 午后时光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要是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目颗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要是否登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要是否店参拜感受法喜 吉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隔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布ением菩萨的独特 在赠光处理 神典和海底 居然从沉黄� subs 满塞京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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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S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不改变 Zither Harp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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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三花火花心 看一道理才可以老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药灌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插座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飞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我发现点冷气 它得太冷了 肮脏的绿管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阴气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把下插头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得省下不少电费 老振电炮换LED 省电省钱又一亮 哎呦真厉害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中 而基东港也有 A2海派花火秀 在双十国庆当晚 只要拿着手机下载专属的APP 就能做出客制化的烟火特效 同时还能与A2制成的金沙 轮船等虚拟实境一起拍照 民众拿起手机对着港区猛拍照 仔细看明明港口什么都没有 但手机萤幕却出现精彩画面 等一下 现在烟火不够漂亮 你们hold住哦 五彩缤纷的烟火在手机里绽放 连邮轮也能够在空中航行 2023年双十国庆 全新版的A2海派花火秀 在基隆港 立都迭克花园登场 搓金沙等生物 烟火桥段甚至能客制化 只要在表演前 在PP书上文字 就能做出专属自己的烟火特效 有有有真的超棒 玩得好开心 谢谢你 怎么说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身力其境 而且那个鱼的游的感觉 真的太棒了 虚拟实境的感觉 就是应该可以多跟家人一起来玩 很值得来这里玩 10月10号国庆年假开始之后 那每天我们从晚上的6点半开始 我们每半个小时 就会有一场我们的AR的一个烟火秀 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4分钟左右 那从6点半开始 到最后一场是晚上的9点半 每半个小时会有一场 那每天都有 上工了 在你们的上工了 记上一波 飞天金沙虚拟实境大受欢迎 夜子在国庆年假 推出了国庆烟火秀 让民众不用跑到台中 看国庆烟火 在基隆就能够体验一番 盛大的虚拟烟火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南龙国庄办理 写在今日 日记与未来进学礼活动 期望让学生认识生涯目标 提升生涯规划的新动力 新生导师带领学生和家长一起穿越星光隧道 感受学习亮能 永远闪耀的进学礼 代表新火相传的烟火 沈耀着光芒 迈入第三年的实验教育 以未来力教育作为特定的教育理念 期望南龙学子都能开创无限可能 我们透过了学校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也今年最主要也是有透过 包括市长副市长 还有来自于各界对于我们南龙七年级的新生 所有给予的一切的祝福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展现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学习力 竞争力 那最重要的其实对于孩子而言 念实验学校 对于家长 还有我们目前在教育实践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最重要的其实也对于我们目前的孩子 给予未来更多的祝福 所以今天的活动里面 我们除了给孩子的一封信 对于未来的祝福 对于现在的期许 对于他们念南龙 对于留在基隆 其实对我们而言 孩子有更多的竞争性 朋友学生适应未来能力 和创造未来动力的课程内容 让孩子们有不少收获 我们学校有很多童军活动 然后之后我很多个都有参加 然后每个童军活动都非常的充实 很好玩 我发现这个学校的老师都特别认真 我也觉得很放心 参与进学里的家长踊跃 给孩子满满的祝福 校方也指出会不断滚动式修正 让实验教育学校可以稳健前行 我们会修正这个成为 更适合孩子们学习 探索以及表达 实践各方面 在活动和课程上面 我们都有更进一步 更精细为孩子设计的 未来还会有转动奇迹的自行车课程 成数望世界的攀数课程等 校方希望让学生与家长们 在教育上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开创每一位孩子的无限潜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先例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为姐妹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胃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